所谓蔡办资政严志发遭指控性骚扰 引发外界一片哗然 严志发5号提告后面对舆论压力 在6号立马撤告并请辞所谓资政 对此蔡办回应表示尊重 所谓蔡办资政严志发被指控性骚扰 在5号强硬提告 蔡办也宣称无权调查 外界揭露蔡英文和严志发的关系 讽刺根本是不敢查 百公百业的后援会的成立 严志发出力最多 严志发跟蔡英文之间的关系 是情同妇女 甚至是恩重无山 难怪蔡英文沉默 而且回避的一个态度 长期的友谊大庄教 不敢得罪她 这个就可以看得到 要对她这个职务负责 加害者去威胁被害者不要再讲了 陆续导致这种加害者越来越嚣张 他们有钱有势 还可以拿司法当自己的挡箭牌 在舆论风暴中 严志发紧转弯 6号严志发不但撤告 还请辞所谓资政 对此蔡办回应表示 尊重严志发的决定 也支持她透过性别平等程序 厘清事实真相 台湾媒体人炮轰 蔡英文只看对自己是否有利 根本不会理会 有没有性骚扰 习兄案的陈维婷连席三次 蔡英文很连席的讲 说好像陈维婷 这种年轻人不要伤害她太深 真的想对蔡英文讲脏话 你身为女性 你没有想到那些女性受害了 你现在想到加害人 不要让她伤害太深 你是脑袋有问题啊 民进党性骚扰案连环报 几乎看不到终点 涉案的李正浩林飞帆 是否要继续提名 或是要求退选 外界充满杂音 面对各方压力 原定于6号召开的民进党2024提名策略小组会议 也被迫临时取消 根据一份最新岛内网络民调显示 对于性骚扰案 是否会影响赖清德选情 有60%的民众认为 应该直接所谓政党轮替 参与民调投票的网友也纷纷留言 有网友表示 道德沦丧导致了人性扭曲 为了年轻人及下一代 台湾需要改变政治文化 也有网友直言 这次选举一定要所谓政党轮替 不能再让这烂党乱搞下去 还有网友呼吁 拜托台湾民众赶紧清醒 让民进党下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